民元 因為當時我住台中 台中那時候政府開放 很多民間的廣播電台 那我第一個廣播公司是好家庭廣播 他要爭一個禮拜天 做社交節目的一個主持人 七點到八點我就去應徵 我應徵吃醋味 我是背取第三名 很多人如果背取第三名 他正取五名 背取三名 我算第八名 很多人可能就放棄了 我沒放棄 我也去面談 因為第二關是台長親自面談 他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陳老師 我們這個社交節目 沒薪水要簽約 你如果沒薪水簽約一年 還沒做完 你還要花錢 你可以嗎 你了解嗎 我當時怎麼想 反正還沒留朋友 禮拜天沒事做 乾脆去電台度假 我說我可以 他說什麼時候上班 誰是上班 他就拿出來了 合約書 恭喜你 你成為我們的主持人 我是訝異的 你知道嗎 我說前面七位 都比我優秀 為什麼他們沒有是我 台長跟我說 因為節目要開播 不能再等 前面七位都要回去問家人 要考慮 唯有我答應他 所以我就當廣播主持人 我剛才也說過 我的聲音剛開始的時候 人家不能接受 到外面大家好喜歡我 所以的話就做代狀 代狀就是每天都主持 所以那時候就主持的叫做 英語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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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英語新聞報嘛 我們就要去彩虹 彩虹回來 就做節目這樣 也因為英語新聞報 讓我改變很大 為什麼我認識好多名人 你知道嗎 他們都認識我 也因為透過記者 這個樣的一個經驗 那這個大家結緣 現在我們大家有機會 你們上這個YouTube 打Tony Chen英語新聞報 都可以看到我採訪的新聞 都在裡面 老師那剛剛耀鴻就有提到說 您在擔任這個新聞工作的時候 好像還有跟總統一起出訪到國外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經驗 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絕對有啊 能夠出訪中南美洲 真的很榮幸 真的 為什麼 另外呢可以做總統專機 對不對 那可以吃果宴 所以相當的開心 那我覺得 這個出訪中南美洲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怎麼有趣呢 譬如說有一次 那我們在巴拉馬 然後呢 這個晚上啊 就隔壁有記者來敲門 他說陳老師 唉唷 那這奇怪 這巴拉馬這個牙膏 怎麼這個刷牙刷起來 怎麼怪味道 剛剛要討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 Shaving cream Oh my goodness 它這是刷糊糕 它當作膠糕 第一次刷牙 我說你都不學運 你看看 這是刷糊糕不是牙膏 這是很有趣啦 再來就是喔 我在整個出訪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是一個開心果 因為你也知道 Tony Chen 哎唷就像老來子這樣 年紀一大把 但是很有喜感 也很多阿公阿嬤 阿哥哥姐姐都很喜歡我 在出訪喔 那巴拉馬的這個總理 她是女性嘛 也特別喜歡我 你知道嗎 說給我小可愛 你知道嗎 很有趣喔 總統告訴我 欸唷 人家有提到你喔 你不要趴趴走 你知道嗎 記者會一定會教 不然他會教 就說你小可愛到哪去了 這些都是很難忘的 再來就是說 誰總統出訪中南美洲 也深深感覺到 外交的重要性 英語的重要性 但是外交不是外交人員的工作 是每一個人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有機會 英語要學一下 阿哥哥 不管他來自哪裡 我們就有笑容 Welcome to Taiwan May I help you 我想一個微笑 一個問候 都可以為台灣的外交 做一份這個 盡一份心力 做一位劍兵 不過老師 您這些年啊 除了說 像剛剛提到就是 你的補教事業 還有包括像是 您擔任媒體工作 這個部分 你這些年好像也 持續在關注一些公益活動 從事社會關懷 對 特別是像您 就是也有組織了一個 所謂的溫柔和 中華民國 溫柔和關懷協會 對 關懷協會 那鼓勵跟你一樣 有就是比較溫柔 這樣特質的朋友 站出來 那可以談談說 你這些年 推動公益活動的一些 內容跟成果嗎 可以啊 其實我身邊有三個 公益組織 我在這個支持的 一個叫 湯尼英語文教基金會 我們今天有一個幫助 這些經濟有困難的朋友 第二個 台中是外服務協會 我們台中市外部 學部學會 我們就是 服務在外語方面 不只英語 日語 德語 西班牙語 泰語 都可以找我們 第三就是主持人 剛才講的 中華民國 溫柔和關懷協會 一直做多元性別 這好無的 全部都多元性別 我們在社會上 有女兒要女兒 也有女兒要女兒 也有女兒 不想當男人 想當女人 有女人不想當 女人想當男人 有男人不想穿褲子 想穿什麼 裙子 也有女人想穿褲子 不想穿裙子 都有啦 說真的 我們古年 救了102條人命 真的 但是比較 傷心的就是 朱惠珍的女兒 我們沒有救起來 那我在這邊 也要感謝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有支持 湯林軒老師 請我去演講 還是有買我的書 買我代言的產品 其實這個功德 都要回向大家觀眾朋友 這樣 不過我在想 老師除了 就是推動這個 溫柔和的關懷協會 這個工作之外 其實我知道你也是對於 弱勢的小朋友 特別的關注 為什麼說 是因為跟你從小的 背景有關係嗎 為什麼要持續 讓你願意這樣來做呢 當然有 而且的話 你剛才講的話 這邊就有你知道嗎 剛好這個 剛剛辦的 有沒有 這個的話 是為貧窮的孩子 圓個童年的夢 為什麼 因為我當時小的時候 我太多經驗了 我有時候有一個夢想 我想要 但是呢 我就得不到 譬如說我那時候 我們國一 才開始學英文嘛 我在國中的時候 國一 老師有告訴我 上英文課 每一個人 都要有一本英文字典 這樣 我不敢跟我爸爸講 因為我在我們家裡窮 但是老師說 沒有再帶字典的話 就不要來上英文課 我就鼓起勇氣 你知道嗎 跟爸爸說 爸爸 老師說 上英文課 一定要有一本英文字典 爸爸 我知道我們家裡沒錢 你能不能買一本給我嗎 二手的也沒關係 我父親這樣說話 我有哲學 我父親怎麼說 字典 什麼字典 要去打字典 不用字典 要去打字典 要去打字典也沒用 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國一的一個心聲 所以你看 對一個窮人家的孩子 剛才一個字典 就是一個夢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過程 這樣子的經歷 我現在對這些窮苦的孩子 我就特別想 出一份心力 然後來幫助他們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說 我雖然還沒娶 但我有孩子 我現在有七個乾兒子 六個乾女兒 我也這麼欣慰 因為我很多這些孩子 都是單親家庭 或者是家裡發生病故 或者以前被列入不良少年等等 但是現在經過我領養過來教 到目前為止 我的孩子 沒有一個人給我上社會新聞 我感到說 我吃五個小孩 我也很感謝我小朋友 那我當時有發願 民國八十五年那時候 我有跟媽媽做酒酒 因為當年我媽媽病危 我媽媽病危的話 我有酒酒說 如果讓我媽媽轉為為安 我一世人要收十個甘兒子 十個甘女兒 去做十全十美 所以現在還有名額 大家如果 還有擴大還沒用完 還有擴大 如果我覺得 跟湯英雄有些人分 也是24點這個學部電話 0918-537-113 跟老師來聯絡 是 其實透過今天的訪談 大家可以發現說 老師非常的幽默風趣 可是其實在他 事業很成功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不為人知 很心酸的一些故事 所以最後是不是請老師 以你自身的一個經驗 來給我們觀眾朋友一些建議 特別是一些年輕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他們說 我覺得真的有 第一個我的生命哲學就是這樣 下面有在成功 真正的成功 就是幫助人家成功 所以呢 只要用到湯英雄的地方 你都不要洗你 我也不會放膨 吃虧的 第二個的話 我也要給大家觀眾朋友勉勵 我們要安於現狀 勇往直前 努力不懈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朋友 你都很抱怨 抱怨 抱怨 家裡沒錢 抱怨自己長得不夠帥 不夠高 親愛的朋友 當我們在抱怨自己腳短的時候呢 你都沒有回頭看 後面那個朋友是沒有腳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抱怨 再來就是喔 我們呢 一個人呢 要有這一個 樂觀的心情 其實社會 台灣社會 也是很溫暖的地方 你有困難 很多的團體都可以協助你 但是呢 要告訴自己 You are never too old to learn Try it Keep going 無關你幾歲 從現在開始 我們來透過學習 透過努力 湯英雄老師希望大家 透過今天的這個 來家開講 湯英雄的分享 對你們有幫助 也祝福你們成功 我們透過這個節目來結束 謝謝你們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非常感謝湯英雄老師 到了節目當中 來分享她過去一些 人生的經驗 也希望今天的訪談 可以給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一些不一樣的啟發 謝謝湯英雄老師 謝謝你 也謝謝 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 來家開講再會 謝謝 拜拜 謝謝 我們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